第二个归宿是中国大陆自由民主的进步 快速 合理 具体 他开放他的总统选举 省长选举 市长选举 然后国家主席选举 他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华人民主国家 那个时候他要跟中华民国谈联邦 谈邦联 那他比较有说服力 我讲得好像有点不可能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台湾的今天很多人也不知道可不可能 我是很认真的回答 我对于中华民国未来的看法 但是我可能看不到 那我努力活 我跟时代力量说 不用努力活到看你们这些人当总统 所以中华民国的路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我们已经遭出全世界 不管台湾叫中华民国叫什么 叫台湾共和国叫台湾叫什么 那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你不可以决定我的未来 我们现在当然走不出去 可是你们大家都在海外啊 没有什么东西 就我们的古照到处都有 我觉得不太 我们只有国际参与真的太多 太低 我们的国际参与太低 使得我们的官员没有国际官 我们没有联合国大使 我们没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没有办法去联 我们的公务员越左越小 这是我们三十年来的悲哀 所以台湾这个国家的治理的官僚品质 为什么越来越差 跟我们本身的被载化是有关的 你们看中国大陆是在进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认可的 我们必须受了委屈 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讲话 但是可是我身为一个台湾的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我都独立走出去啊 我也去马其会啊 马其会表现不好 我可以帮你骂一顿啊 然后我可以回来啊 我也被你抓起来 所以台湾是靠人民啊 国民党政府做的不好 不是现在不好 以前又不好 那以前也是靠人民啊 我们以前靠中小企业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还是靠人民 要会赚钱 然后要会发展经济 要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的可贵 我们这个基本的价值是不变的 真的你相信我 自由民主是所有行业的一个 基本的原则 这是我的原则 我在台湾我不太管来旅员 所以他们有能 其实我支持陈水扁啊 我有啊 他不是叫我去做台湾 还是走信号吗 我2004年为了他离开飞碟电台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也宁可为了自由民主付出代价 我不去赚人名利 这是代价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愿意的 有些人不要这个啊 他就去赚人民币啊 很多人不是在赚人民币吗 很多电视台 那我们看吗 我觉得我尊重每一个人选自己 但是你自己心爱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呢 可以不以为全我的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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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雄 我是从这个马银盘的 谢谢 我是 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然后 也中正大学 退休来这里 呃 我就 听到你 你一个 预寇小姐啊 我们是你的 我跟内容是你的 这里 是 所以今天要去谈一下 不过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很有趣 就是说你说从台北方面的观点看到 有在联系与亚派对于这个 牛二公司的派的观点 然后交互在这个时刻在联系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只有一个 因为呢 因为呢 在这个 1972年呢 上海空报里面 其实是 容许 北京 有两个面貌来讲话 第一个面貌呢 就是 卓尔共识的那个 上海空报里面 比如说 呃 有一个一种恶表的那个音频的意思 就是说美国并不挑战这个南岸啊 各方面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人 而是隐藏的 一种恶表 在那里 然后呢 呃 北京当局跟美国两次 在沿岸外境内 在他们认为他们是可以决定的 因为 台湾呢 没有人可以决定 因为是 是 台湾不是一个act 台湾是 台湾人民 不是一个主权的事情 所以台湾没有 不是一个act 但是 只有 北京跟 跟这个 华盛顿 是 整个超级者 但是他们两方面呢 都 默认一种事情 就是呢 两岸关系啊 只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单方面决定 让美国跟中国 可能还要保管 才能够退 第二呢 就是如果 台湾 跟北京呢 透过协商的方式 有一个方案的时候 那 也可以 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北京可以 同时采取这样的立场 一个呢就是 上海文化 原来的立场 隐含的 一种特别 那就是 蔡英文所讲的 维持现状 就是中华 我们这边讲中华民国 你们那边讲 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可以 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呢 也可以接受 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情况呢 当然 台湾也 有决定 决定 然后 北京也有决定 但是 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北京说 只有一个 人民共和国 台湾说 我也接受 的状况之下呢 那 美国也没有办法 对 所以北京 其实可以采取 同时采取 两个立场 就是 隐含的 上海文报 所讲的 一中特别 或者是 蔡英文讲的 维持现状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说 如果台湾 我愿意 我们要是 交出来 听你们 交出来 就说 我也接受了 对 问题 谢谢 这位教授的说法 也很好 那 其实 两个关系 我认为 还是 有可能 比较有 发展 但是 不管两个关系 怎么动 台湾还是要剥台湾自己 啊 台湾按照自己的 步骤走就好了 我们从一个 从党外 持续的一条状态 受制于太多 太多外来的影响 而美国人永远都是 承诺我们 又抛弃我们 又背叛我们的国家 所以 我一直不认为 美国有什么 可依赖过 这一次太少警察的问题 蔡英文 因为美国 对我们有意见 不准他登岛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 你 你 你那个啊 顺从了美国 那美国也可以给我们 代价 美国也可以给我们 一个飞弹 为什么韩国有 飞弹防御系统 还不用出钱 我们什么事都要出钱 美国人对我们 有什么好处 我们没有交换到 任何好处 结果蔡英文 比较下跌 对啊 她在太平洋主权问题上面 比较下跌 是因为她听了美国人的话 她没有强烈的去 去护主权啊 那护主权跟中国 对我们来讲 跟中国没关系啊 这是国内政治 嗯 这一点 这一点可能我的 我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比较没意义啊 那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 取决于你这个国家 有没有钱 取决于你这个国家人民 有没有相信你 取决于你这个国家 会不会被分化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是被分化的啊 被买通的啊 我们的媒体的节目 是国财犯出钱的啊 我们台湾有电视节目 国财犯出钱有两个 我从新加坡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其中一个花了三天 骂了我三天 免续三天 收视率创新高 比骂蔡英文还高 那这合理吗 嗯 如果我是民进党政府 你们这种啊 国财犯前的媒体 根本就应该公诸大众 根本就应该离开台湾 共产党把我们看穿了 他觉得我们台湾有很多爱钱的人 但是国爱钱的人其实也很多 民进党政府对这些东西 其实太过软弱 太软弱 我当时批菜 对不起时间了 我当时批联盛文的时候 告诉你到最后几个月 不相信联盛文会当选的 包括都是民进党人 他们没有信心 最后一个月郭正亮的跟我吵架 说连圣文会你十万票 你知道吗 我 我觉得你努力就会做到 而且很多人还问我 特文哲会不会是好市长 你在路上天都会碰到 你管他是不是好市长 你先把那个坏蛋干掉再说 我真的希望台湾很壮大 但是台湾壮大 我们媒体人角色很重要 所以也无所谓 好 谢谢你们请 可以吗 时间 我对太平岛的政权有点很多问题 就是说 我们已经文章讲到了 就是说 太平岛的那个事情 事实上 对台湾没有什么准备 要比较国际裁判 可是 为什么 在台湾 大家理论上 还是说 要 要去太平岛 那个政党主权 其实那个 其实根本就是 那个 就是 错误 其实那个 就是 我知道你 其中另外一派人认为 南海重权案 让中华民国 就直接成为台湾 那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在台湾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问题是说 其实太平岛 那个国际裁判 对太平岛的 是中华民国的 是没有 没有讲到 没有讲到 对 没有讲到 可是 为什么 在台湾 台湾的 那个 没有 没讲到 没有 都 感谢观看